哈喽大家好,我是局势博文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场王者级的比赛幻荒录像 咱们进入比赛的画面 还是老规就先调一下设置 以防一遍大家观看 咱们开局呢直接往中路走 然后插一个眼在中路的河道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敌方打的是哪一个河蟹 然后呢还能变相保护起来我家的队友 大家看到这一把 我们家莫名其妙的也是有两个中单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在预前的时候我就调好了设置 我就去上了个厕所 两个中单我就说有点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把可能不简单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不管他们怎么样 我只要玩好自己的就行了 我们先分析下这种刷牙莉莉亚打天使 莉莉亚带来是那个相模猛虫 那就完蛋了 她肯定是打不过天使的 这一点呢 不信的话咱们等会看啊 莉莉亚这个天 这个英雄拿出来就是给天使发育的 结果这个英雄呢 刷育比较死啊 只能蓝开 红开的话打也太伤了 我们蓝开蛤蟆三郎 然后从向往下刷 一直刷的河蟹 一直刷的小石头人 然后去抢下路河蟹 也不会说抢吧 捡他剩下的一个河蟹 他如果把下路河蟹打了 我们就回家补一下装备 然后去打上路的河蟹 在中上路找机会 如果他说他打了上路河蟹 我们就去拿下路河蟹 顺着刷5级 抓下下路 或者说中路 或者说蓝野 对吧 大家看我们现在也是刷到了石头人 敌方打野才三级的同时 我们都快四级将近5级了 说明我们解打野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两分零五秒或两分零秒 零六秒就能升到5级 比凯因寡夫稍微慢一点 他俩是要1分55秒就要出野去了 我们现在看 石头打河蟹的时候 就要做全场第一个选择了 我们看到敌方肇性 去了我们上来抓了莉莉亚 那这边是一只选择寒野 大家可以看到 他总共在我们的血液里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打河蟹的位置 不是第一次是在打河蟹的时候 我们查的那个核桃草 在眼看到他了 这就为我们反野埋下了伏笔 然后又看到他去上楼抓了一波我们的莉莉亚 那就直接去反野 那这边看 那对面的辅助衣食也很好 发现到了 不得已经帮我来打一下 这个蛤蟆 然后从中路兵器消失的视野看到 敌方的阿克上往下路赶了 这边晚上叫 这手车队顺便帮他反蹲一下 然后这边看到阿克上果然来了 这边大招 等他射击的一瞬间三花距顶 然后那射手也是给他掏了个虚弱 我也是帮射手挡了一波大招的伤害 大家看打的现在节奏还挺好的 我已经到了六级 可以买优木的两小级 咱们现在回家出门刷蓝区 大家仔细看小地图 我们刷蓝区的同时 敌方照星在我们家路打架了 那么我们是蓝开 敌方照星是红开 通过镜像打野的话 我们知道我家蓝刷新了 他家红也刷新了 那我们这波直接不要打我们家的蓝 直接去反他的红 但是我们因为是镜像开局 我蓝开他红开 我蓝刷新了 他红也就刷新了 这边直接反着他的红bub 我之前就在视频里面说过 要反野一定要知道敌方打野的位置 你不能去盲目的反野 但是你一旦反野成功 你的收益是巨大的 大家可能看到现在 他总共就六组野 我吃了他三组 加四组小鸟 我吃了他四组野 这陈迹是我惩掉了 我吃了他四组野 他自己就总共吃两组 他现在到现在 然后我这边看到他又赶回去了 我也想想先把他击杀 让他大家把我扫开 这边看到阿克上支援过来 那就赶紧走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点 我七级他五级 而且我们皆知道 他这一波去干嘛 他这一波百分百去刷那个石头人 如果他这一波再回家的话 他会非常的伤 所以我们顺出来抓一波中路 那大家已经看到 他在我们的上路世界中 也暴露了一下 玩打野一定不要轻易的 暴露自己的位置 尤其是在自己没有刷野的情况下 盲目的干卡 会让自己的发育和节奏崩盘 大家也可以看到 此时的我家上单莉莉亚 已经拿到了0-2 他这个英雄呢 跟永恩一样的很尴尬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很难打烈士 他们这样的话 打团没有伤害 而且自己身上又没有推打能力 要支援没支援 要对线没对线 我觉得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适合打野 不太适合上单的 在网者局 这个小龙和先锋 不是说你想打哪个就打哪个 而是看哪方的队友有势 才去拿哪个 先锋的运先级 肯定是要比小龙了 但是这一把我们真的打小龙 然后莉莉亚也过来支援了 我们这边不是在刷野 我是在等队友 打龙团一定要等队友 即使对面先开龙了 我们也要等队友 然后呢 他们现在等到这个血量 那也没有办法了 背试一下 W双Q 直接强调 这波秒转阿克上 一级双花 也穿死 大家看到 这一波节奏很好 打得也很不错 对不对 大家可能以为 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吗 如果是真是这么简单的话 我也不会拿这些 来做视频 我这边在反映的同时 我看到了下入路 两个人的残血 然后呢 我们这边直接放进打蛤蟆 往下楼转 大家注意看这个镜啊 这个镜的意识非常得好 他这边给了个假装 都把我骗出去之后 然后扛了几下塔 导致我呢 跟他们换掉了 为什么我说他的意识 他毕竟也是个小王者 他应该是 有点察觉到不对劲了 觉得好像截在他们的后方 因为我们家的队友 已经压他的位置了 把他特意的往后面去压 咱们从家里出来之后 看到地方的A死亡了 我们这边还是 选择去反他的野 因为他出门之后 必要往红区 往自己家红区走 因为他肯定要来 刷这个红帽 我们这边蹲他一下 好可以看到他了 这一波我觉得 不会犯上任何错误了 我先A他 然后预判的闪现 暂话句点再见 这一波 他们家辅助还给他了一个大招 然后呢 他自己还是用掉了闪现 还是被我击杀了 这就是杰的强势 如果用小说里面的等级 来形容当前版本的杰的话 杰一定是天王级的打野 无格比迪 势不可挡 毋庸置疑的 大家看到我们家这个中单 他非常的不复杂 在自己兑现烈士的情况下 在敌方放了先锋的情况下 他还要不倾心的 去盲目的支援这个商单 这一波他没有给他 四好的作用 我还要帮他去守塔 暴露一下我自己的视野 他简直就浪费了15秒 带中上路来回乱走 下一期 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 游戏理解之中单篇 就是教大家中单 怎么样去玩自己 什么时候去支援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为什么说中野联动 中野双排的胜率最高 下一期 我应该会更新一个视频 讲一下中单 该怎么样去玩 商单我们已经讲过了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玩的现在 我是非常着急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很恐怖的问题 大家可以从小机上 看到敌方的三个外塔 全部都在 而且中上外塔 基本上是蛮席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家对线 完全打不过对面 用足球来举例子的话 敌方一直把球 控制在我方漫长 不断的在进攻 我方的禁区 我方呢一直在防守 没有办法反击 就是对线被打得 还不起手 这边看到下落打起来了 不要去管 这个时候呢 要马上退塔了 因为节奏实在是太慢了 大家从小机上可以看到 这个天使 已经提前进入到中后期了 他已经到来到了十几 天使这个英雄 在前进是很难拿到的 但是你一旦让他拿到灯灯头 他马上就会给你 利刃在手 自财八方 你完全就是管不住的 这边看到 阿克上上来跟我批 他有点小小我的伤害了 我直接就是 越塔一道三化距离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上完他 中路看到天使之后 我们该干嘛呢 注意看我当时的对镜 给大家打信号 我一个信号打的上路 一个信号打的下路 这一波呢 其实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去跟着 莉莉亚齐去上路塔 或者说跟下路一起加 但是我手里实在是太多钱了 我当时手里有四千多关键 我不得不回家了 我必须得回一次加 所以说我就跟他们 打了两个信号 让他们的上下路打架 因为敌方的阿克上 是连死了两次 他是没有节奏存开 这一波我马上往下路走 天使这个英雄呢 我不针对他 但是我一旦 我一旦去上路 我会干嘛 我只要杀他一次 我就会把他连塔一起拔掉 像天使狗头 这种发育型英雄 或者卡特丁 你光抓他是没有用的 你抓了他必须要 顺势推掉他的塔 或者说吃掉他的塔皮 才能让他真正的亏 大家看到我们家的AD 这一波吃完冰箱又要回家 他又要回家 我就没给他打圈 让他过来跟我一起杀打 这就是典型一个弱者的一个想法 不管自己是有优势劣势 他不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 就是血球吧 他不会 千万兵线就想能回家 其实回家是最浪费时间的 你一来一回 你从回家到出门 你来一来一回 要二十秒的时间 我们上前视频说了 能尽量不死就尽量不死 能尽量少回家就少回家 然后出门之后 这个小狼一定不要动了 我们直接上来打这个来骂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中路的情况 大家也一定要理智 绝对不是说看到什么 也就打什么 也下落上了兵线 我直接什么都不管 这边直接先来这个中路站位子 然后看到一个睁眼 那就不排了 往这边走 没有关系的 这个睁眼我在那里排 我很容易被蹲 他们这个睁眼插的位置非常巧妙 因为我是一个进展 我去排那个睁眼的 很容易就是被他一个盲视野 就是给开到 大家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睁眼不要去排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波先锋男我是想接的 龙 因为我想到这个先锋 顺势就要上我的一塔 我之前就说了 我要去杀天使的话 我一定会顺带 顺带他的塔 但是我的队友 并不是很想要这条先锋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看到 终于打起来了 这一波要去去源的 大家看 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先团战 他知道 先杀掉这个叫什么 奶妈 然后呢 其次再杀阿克尚 我们作为一个刺客 团战一定要明白 自己该杀的人是谁 就是杀人的优先级是谁 这样对面这个阵容 大家可能以为 我们团战要先杀的是阿克尚 其实不是 团战先杀的应该是奶妈 其次是阿克尚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AD 不是 最后是打野 大家看我视频 可能能发现 发现我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四路特别的精神 做事比较的干脆利落 可能说执行力比较高吧 这边两个闪现 也给我消傻了 对 我直接两个闪现 也是比较果断 我有的时候我说话 我感觉我有点自夸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你帮打野想赢游戏 必须得四路惊心 什么 永远不要被队友带节奏 永远不要陷入 在敌方的节奏当中 一定要记住这两句话 永远不要被队友带到节奏 永远不要陷入在敌方节奏当中 这是很多 你看那个视频上 很多打野 做打野教学的 包括那些 他们都受过这句话 玩打野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 一定要清楚 自己该干什么 如果说你不 如果说你不懂 如果说你不会 你可以来看我的视频 我呢操作并不华丽 段位呢也不高 也一百多星 然后呢下午传说 注意看我打的这个探测针啊 我们探测针 到了敌方那个下路 下半区有两个视野 那么我们这边 马上转到上半区 找机会 找机会 因为他们的视野 不可能 就是说 做的太 太过分散 做的太过好 他们只是路人 他们不是这些人手 他们做的 视野都在下半区的话 那上半区肯定就没有视野 大家注意看 我这边呢 意识很好 提前在这边蹲位置了 大家仔细看 我这部操作啊 锁定 那个奶妈 AE 大家拉开 小谈话机理 我跟大家明确的说 这一波我的操作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可能看出来 好像觉得我失误了 但是我没有任何失误 这就是王者局啊 这就是国服 第三的奶妈 你知道吗 他马上在自己脚底下 放了一个沉默阵 导致我的 三花剑影放不出来 我的三花展 被他沉默了1.5秒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不做大师局的原因 如果刚刚那是个大师的话 我应该瞬间 他们三个都要被融化了 然后呢 顺势开大龙 推上了他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我这波节奏没有带好 我的队友呢 也是全部被对面融化 因为我这一波 算不上失误的失误 对对面找的机会 顺势退掉了高地塔 大家觉得这一波 是我的问题吗 我只能说 这一波这个奶妈太强了 反应太快了 AER W三花 这其中 我用不到0.5秒的时间 他永远是反应的过来 在脚底下放了个沉默阵 那我也没有办法 还有那句话 人家高地也是个王者 高地也是个国服 是不是 这种决打的有来有回 有细节讲解 相信大家看着才有意思 如果是一扁倒的 我乱杀 技术上 技术上碾压 我相信大家没什么意思 大家谁都不喜欢 看我在那里装逼 看我在那里秀 这一把呢 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的压力非常的大 只要我一死 或者说我一点点的失误 都会到着我们队友的全盘崩满 就冰脉如山倒吗 我们家两条小龙 打团业也是打过了 打不过 在这个时候 我只能选出了 选做出了破剑者 去担待 牵制 大家知道吗 做破剑者 你玩打野 做破剑者 一定要 一定要 带上传送 要不然他会 对面会无视你 直接击火大龙 或者击火猿鹿龙 这边呢 从现在开始 关键点来了 敌方世界全部消失 队友呢 疯狂又给我们拼清 这一波我们要走吗 是的 我们走了 大家知道吗 现在我已经买得上了传送 我们现在呢 找不到第一方的这种机会 大家相信 现在都知道 要围绕着大龙做事 但是我们团战又打不过 那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呢 抓人又抓不到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今天我交给大家 这种一个人的优势 要如何破局 这边我们又可以 给大家看经济面板 我的队友 是非常的惨不忍睹的 这个呢 我18000经济的时候 或者17000经济的时候 我们家的上单 才有八九千的经济 我们家的AD和双C 只有11000的经济 同样是人 同样是C位 为什么差距如此的 大家可能说 他们我的 持的经济最多 对不对 那不跟我比 那跟敌方上单比吗 敌方上单 15000的 15000的经济的时候 他才9000 大家可能看 看上帝视角 并没有感受到 我当时的对局压力有多大 所以大家的发现 我17分钟的一场对局 我每一分钟 每一秒都在做事 推塔 反野 还要抓人 刷野 保证自己的发育 我全程一直的 做事 这把呢 我只能说 打得非常累 因为全队的重担 都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呢 作为全队 经济最高的人 也可以说 作为全场 经济最高的人 就该这样 干最多的事 这个我也认了 大家注意看了 这波关键点来了 敌方世界 再次 这一波我们要走 我们已知 小龙已经刷新 这一波我们不能走 注意看 我们家的队友 在疯狂给我拼一下 这一波我们不能走 这一波我们要小 牵制住他们 大招 拉开 对吧 然后再次大招回去 下线 再次W拉开 这是我之前说的 我只要不想死 我很难被你瞎掉 大家看 对面五个人 全部被我拖延在了上路 那我们这波 直接下去 抓起来这条小龙 这也是迎来了我们第三条小龙 三龙一控 团战一当是打得过了 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我们即使是拿了三龙 我们的团战一样是打不过 注意看 我之前在大龙 插了那个 一个假野 我们这边呢 故意卖个破战给对面 我们在下路带线 特意的远离大龙 让给敌方打野 抢开大龙的机会 注意看 破局之法来了 这边敌方傻 敌方的视野全部消失 他们有点着急了 他们想抓是大龙 但是不知道 那个大龙坑是有我插的眼的 然后我们去看 直接呢 先等队友 传送下去 先锁定龙 下一个之后 一个神仙抢了大龙 然后呢 随便集火 秒一个 W是否就打官伤 就直接官伤害就可以了 这一波 我可以很负责任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就算这一波龙 我们没有抢到 我们大概率也是会打赢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带着 男爵的灵士 他们在大龙坑 打龙 跟我们打团案 他们是烈士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这样 我们带着三条龙 还打不赢他们的话 那这一把我就认了 当时我在下楼队前的时候 也是叫队友 往大龙那边赶 也可以有了这样的一幕 这招是什么 这招是麦克破绽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说的我自己就笑了 讲话是不是有点尴尬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这把英雄力的 两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 打野差距太大 还有一个就是 当对面不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只能露个破绽 我这个就是用大龙 露了一个破绽 让他们觉得 好像我在下楼 再见 他们可以强开大龙 当然他们没想到 我覆魔了传送 大龙是谁都不重要 这一波我们必胜 我个本期视频 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多多评论点赞 转发三连 关注我 单排网址 下午常说 你也可以